玉泵相争 战国时 在溢水河旁有一只很大的河泵张开壳 正在河岸上晒太阳 这时有一只玉鸟飞了过来 正想吃味道鲜美的泵肉 于是他悄悄地走了过去 一口啄住河泵的肉 河泵赶紧合上了泵壳 将玉鸟的嘴紧紧地钳住 双方争执不下 谁也不甘示弱 玉鸟看着火辣辣的太阳 对河泵说 一日不雨两日不雨 既有死泵 河泵反唇相击道 太阳一日不出 两日不出 既有死雨 他们俩正在争吵着 被一个打鱼的渔夫看见了 欲想逃走 可是河泵太大 怎么飞也飞不动 渔夫轻易地就把他们一起捉住了 这真是玉泵相争 鱼人得利呀 玉鸟和泵双方相持不下 谁也不让谁 结果两败俱伤 第三者渔夫 因此而得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是相争还是相斗 其结局往往都是悲惨的 至少在更大的危险到来时 相争相斗的双方应当暂时妥协 只有这样才是明智之举 好了小朋友 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下面的故事吧